小区保安偷吃我的外卖 我直接让他化身老爸 上级我报了警 并且通知熊孩子一家赔钱 我回到小区 因为手机没电 我开不了小区的门 我只能叫保安开门 但他仿佛没听到我的声音 我只能将嗓音再度提高喊道 师傅 麻烦你开下门 你门禁卡呢 我用手机开门禁的 手机没电了 那关我什么事 开不了你就等别人开门一起禁 我都被这货给气笑了 你叫高大师是吧 行 我等会去群里投诉你 去吧 不投诉 你是我孙子 反正我是按规定办事 没门禁不开门 好在这时边上 一位大妈正好出来 帮我开了门 回到家我就投诉了这个新来的保安 当投诉完 我就看到熊孩子一家在群里道德绑架我 我也没有理他们 顺手点了肯德基 半小时后外卖到了 我跑出去拿外卖 却发现外卖没有放在门口 这让我有些内闷 我就打电话问外卖员 了解到是保安的原因后 我只能去小区大门拿外卖 等跑到小区大门后 我找了一圈 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外卖 你好 刚刚是不是有个外卖放在这里 怎么又是你 我怎么知道外卖放哪了 反正我这里没有 估计被人偷了 麻烦你帮我调下监控 我要看看谁偷的 小区大门一个摄像头 正对着下方 要是有人偷了外卖 查一下就知道是谁干的了 你说调监控就调监控了 谁给你的权利 我是小区业主 调个监控都不行 还业主 业主算个求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这时我发现他的嘴角 有一小团食物残渣 卧槽 搞了半天 这狗日子坚守自盗 把我的外卖给偷吃了 这时系统选项又一次出现了 看了一眼选项后 我果断选择了三 摸了摸 有些饿得肚子厚 我这回儿也是一肚子火气 想了想 我掏出手机 打开了直播间 兄弟们 我外卖被人偷了 我也知道是谁 但他就是不承认 该怎么办 我看了一眼弹幕 报警 不急 跟他耍耍 他这么喜欢偷外卖 等会我给他整一份好吃的 我笑得像一个人畜无害的活颜王 从小区里走出去后 我去菜市场 买了份带线的猪大肠 买好食材后 我骑车赶往老妈的饭店 自己做了份外卖 我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小学生 这小学生叫小虎 是我老妈饭店合伙人的儿子 看到他边上摆着一个 喝了一小半的冰红茶瓶子 我脑袋一转 说道 小虎 过来跟你商量个事 咋的飞哥 把你那瓶冰红茶拿过来 帮飞哥一个忙 飞哥等会给你五十块 三十块卖你就行 我不由的感慨 现在的小臂宰智们真是天真无邪 后面我把他带到厕所里 有尿吗 往瓶子里撒 尿完了这钱 就是你的 没尿吗 有事可以吗 吉吉总会有的 相信自己 尿满这瓶直接送你地狱火 大哥真送吗 真送 在地狱火的诱惑下 小虎硬是挤了一泡尿出来 冰红茶的空间刚好让他给尿满了 我拿在手上看了一下 不错 只有尝一口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冰红茶 有事 飞哥 地狱火呢 什么地狱火 小孩子要以学习为重 未来建设国家还得靠你们知道吗 嘿嘿嘿大餐已经做好了 要是有时 要尿有尿 老爸来了都说好 兄弟们别急 二十分钟后好戏开始 放心 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的 说完打开手机 往老妈的店里下单 地址还是自己的 不用自己的地址 那狗日的估计就不会偷了 把送餐环节搞定后 我就骑车回去看好戏 回到小区里后 我找了个好观察的位置 我拿着手机又一次打开直播 兄弟们 还有两分钟后 外卖就送过来了 咱们先在这里等着 两分钟时间过去后 师傅 麻烦开下门 你没门禁卡 不能进 不是兄弟 我是送外卖的 哪来的门禁卡 还算懂事 他这人就是喜欢占便宜 挑大分的从这里路过 他都想尝尝闲淡 刚准备开门 让棋手进去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问道 这外卖是几栋几单元的 点外卖的姓什么 三栋一单元啊 叫阿飞的 最近上头有规矩 不能让棋手进去 你打电话让他 等会过来拿就好了 确认是我的外卖后 高大师在心里 已经乐开了话 重新点一个就能吃到 以后只要是老子值班 你他妈屎 都别想吃伤 这兄弟你别让我为难好吧 我又不是汽车进去送 放这里赶紧走 下次来再让你进去 别给脸不要 等了差不多五分钟后 我的身影出现在直班室门口 我外卖呢 别说又不见了 啊 什么你外卖 刚刚是有个外卖送过来 不过让个穿红衣服的青年 拿走了 什么穿红衣服的青年 拿走了 我这外卖还能一天 让人偷两次的 你啥意思 是要找我麻烦 给你脸了 是吧 要不是自己刚出来 没多久不想惹事 这种愣头青我一巴掌 就能拍死 我冷笑一声 也不跟这傻逼多废话